英特尔核显驱动更新之后,这个掌机总算可以跑这个食物召唤了 虽然偶尔也给掉针啊,但游戏感觉还是可以玩的,打起来还是相当爽爆 这边演示的设备是GPD-113,驱动是最新的1340,系统是为掌机定制优化过的这个野蛮优化系统 游戏是720P低画质,然后用这个RTSS锁这个45帧,电视档位是最高性能档 这个使用召唤无线战针感觉还是相当赤的这个CPU啊 这个CPU很容易就能飙到这个35瓦,如果不限制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预加载地图的环节啊,它加载完之后瓦数就会下降,针数也会提升 这次是没有用这个陀螺一样吧,开启有点问题 更打起来,因为有这个辅助嘛,整个问题也不大 整体玩意下来还是个比较流畅的状态啊,画质也还不错,毕竟是这个实名召唤系列 总的来说还是相当爽快的,单机部分打起来 这个游戏应该是英特尔驱动修复后才能这样子啊,以前可能驱动有点小问题 但觉得这个CPU能耗应该还是可以优化啊,应该还是驱动一点问题 期待这个游戏不但有这个单人的设计部分,还有这个太空站啊,它是相当有意思的 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啊,大家有什么游戏要测的可以在平衡游戏啊,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在平衡游戏里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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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